今天我們有一個玩具TV 是不是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小的主持人 不如說說你叫什麼名字 你今年多少歲 我是叫陳日朗 今年8歲 今年8歲 8歲就已經上來玩具TV 即是介紹玩具 你應該前途無可限量 史上最年輕 不如你說說今天你帶什麼玩具 來跟大家介紹 我今天就帶了這架New York City Subway的FC 已經在幾天前開的 但本來入了那張紙 我不見了 所以之後再介紹 好啊 那你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玩具有什麼特別 這架是木火車來的 不如開來看看 好啊 其實它後半是一個知識 那你說一下 它呢 它呢 它這架車呢 是走在紐約那裡的 然後呢 就會去到 Honey Island這個站 然後就在這個 B-R-O-O-K-L-Y-N B-R-O-O-K-L-Y-N B-R-O-K-L-Y-N 這個樣子是這樣的 前面 車頭是這樣的 其實呢 其實它可以逐一逐一扣扣得很長也可以的 因為呢 這些好像是一些磁石呢 其實 我在電視上看到是可以扣得很長的 然後呢 那這裡就是它的車頂 然後車底就是這樣的 然後側面呢 其中一個側面就是這樣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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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頭的左面 而第二面呢 就刮花了一點點 嗯 那你覺得這架車好玩的地方是怎樣的好玩法呢 或者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車是可以轉的 嗯 然後呢 那這裡呢 都可以扣著很多卡車 啊 然後呢 原來呢 紐約斯思維這裡是有一個美國的標誌 嘩 還有這個MTA的符號 是嗎?什麼叫MTA啊? MTA就是紐約斯思維 其中一個呢 就是MTA公司的一間 一個名字 然後呢 其實MTA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MTA 嗯 那這架火車呢 是否容易買到呢 不容易的 是呀 所以你特地拿出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 在哪裡可以買到呢 在網上 即是香港買到嗎 買不到的 是呀 要在哪裡買的 如果我們要去買的話 就需要去紐約那邊的 如果是上網訂東西呢 就可以試一下用上網的東西去訂這架F Train 是呀 噢 想上面這裡的車頂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有一個路線的 噢 這個是怎樣讀啊 剛才你好像是星色讀啊 不是問了爸爸喔 你好像 好爸爸幫手 好 好 好 我們看看這個字是否認識 F什麼 6 然後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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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沒有些東西想跟大家介紹呢 沒有 有些觀眾朋友說 你介紹得很好啊 他早兩天才剛搭完這架車 是呀 可能是在倫敦的朋友仔 原來今天也有在美國的朋友一起 我們Hello 好 那我們是不是介紹就是這麼多 好 那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下一次再見大家 好 拜拜 拜拜